最近九五后陆剧小华周也耍大牌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 也连带让墨与云间吴锦岩前些年的耍大牌争议再一次被提起 其实墨与云间还隐藏了一位曾因为耍大牌争议滋毁星途的演员 那就是饰演风批长公主的李梦 李梦的争议比吴锦岩周也还严重 以下八位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 吴锦岩当年没周也好运 杨米 王处然 赵露丝也都闹过争议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衣周也 最近周也黑脸耍大牌的争议闹得沸沸扬扬 日前周也参加活动 央视电影频道的工作人员呼唤周也的名字要拍摄影片 周也明明听到了 但却刻意偏头 冷脸走过去 事后电影频道发布当天活动上的所有影片 每一位艺人看到记者都是笑助打招呼 只有周也冷脸而过 而周也的影片上也没有被频道加上任何文案 明显可以看出工作人员的不满 影片发布后 周也黑脸的词条立刻冲上热搜第一 是没有拍摄标志 也不是正常的拍摄空间 完全不知道拍摄的人是谁 而且之前周也被带拍骚扰过 但工作人员的澄清 反而求锤的锤 电影频道又放出幕后采访影片 影片里可以看出每一位工作人员的衣服 挂牌都有明显的标志 非常明显 周也因此被网友吐槽没礼貌 网友认为无论有没有认出是工作人员 就算是对一般老百姓也不应该这样 事后周也又被挖出 他拍摄古装剧《紧约如歌》时 一场戏要有五个替身 舞踢 水踢 脚踢 背踢 马踢 一样也被攻击耍大牌 而隔天周也出席活动就没黑脸了 看到记者叫他的名字 马上笑容满面的靠近 网友笑说周也公司的公关手段很厉害 当年吴锦岩同样因耍大牌惹上央视 就没这么好运了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2 吴锦岩 当年吴锦岩评助《沿喜攻略》爆红 从小透明演员晋升为人气女星 声势如日中天 却在最炙手可惹的时候 爆出耍大牌事件 导致形象跌至谷底 当时吴锦岩和中国电影报约采访 却被采访组爆料 吴锦岩团队突然告知采访低点变动 让一行人狂感 干到后却发现场地根本没协调好 还要求采访组支付采访场地费用 接住又改称吴锦岩下部有了其他安排 所以最后根本没采访完 导致节目开天窗 整件事闹得沸沸扬扬 吴锦岩三天后采发声明道歉 却已经犯众怒 之后吴锦岩还被中国官媒直接点名批评 因为中国电影报隶属于中央广电总局 而吴锦岩的团队似乎把人家当成无名小媒体了 这起事件对吴锦岩的影响还蛮深的 不止这件事 随后吴锦岩还被爆料带6个助理 出门20多个保镖护架 这些都让他观众员狂跌 耍大牌事件后 吴锦岩沉寂了很久 甚至长达两年时间墨进组 不过吴锦岩背靠于正这个大老板 于正又一次拉了吴锦岩一把 最近热播的墨宇云坚 就是于正公司制播的剧集 故事爽感足 角色人设适合吴锦岩 而他也诠释的不错 墨宇云坚的成功 让吴锦岩逆转了不少观众的负面观感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3 李梦 墨宇云坚饰演风批长公主的李梦 也陷入过很严重的耍大牌争议 李梦其实挺幸运 她是北京电影学院科班毕业 还没毕业就被选中演出电影版白鹿元 但影版李梦的戏份被删除了 后来2017年剧版白鹿元又一次找上她 剧版则是拍一半被幻觉 制作团队一般不会在开拍后 随意驱动主要角色的戏 而拍剧版白鹿元时 就由李梦和剧组人员失控大吵架的画面流出 李梦被曝随意删改戏份 爱任性爽约 还被制片人公开点名 李梦的难搞是业界有名 拍影迷的角落 演员张颂文也说 李梦拍完一场削苹果的戏 导演说换个角度再补拍一版 结果李梦要工作人员去找一个 和刚刚一模一样的苹果 一定要一模一样的 袋子里本来道具组备好的苹果 李梦都不认可 事后李梦澄清 是怕苹果不一样 拍摄会穿帮 上综艺《我就是演员》时 知名导演张继中就问李梦 听说你很难搞 李梦也承认他自己是个有缺陷的人 也因为这些争议 所以李梦虽然演技好 但多年来一直浮浮沉沉 直到今年才又遇到墨语云间 晚宁公主这个让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寺赵露斯 赵露斯近年先后 爆了传闻中的陈千千 心寒灿烂等热门剧 现在已经是九五后一线小花 不过人红是非多 赵露斯一举一动就都备受注目 很多行为也被放大见识 之前赵露斯拍摄古装剧神艺时 就被狗仔拍到赵露斯 让助理替他拖鞋穿蜡子 这张照片一出便引发争议 过去因为流量明星拿住高片酬 却又不敬业的态度 导致大众对这类消息都很敏感 不自觉就带入了辛苦工作的小助理 加上赵露斯以往都给人凌家妹妹的感觉 亲和力强 因此这个爆料一出 让不少网友对赵露斯有了负面观感 赵露斯也被推上风口浪尖 不过也有不少人认为 赵露斯当时穿着古装 系服一层又一层 很可能是不方便自己穿 而赵古一人原本就是助理的工作 是狗仔仔断章取义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舞 王楚然 还有一位95花也被爆过耍大牌争议 去年洋洋 王楚然主演的《我的人间烟火》剧集 评价全面崩塌 本来大家都只是在骂剧中角色 但后来大家的不满已经上升到演员 当时网友在微博爆料王楚然耍大牌 还爆料王楚然吐槽穿住一身黑 只是个路人的原po说 好可怕 长得像女巫 后来王楚然团队还私信要求他删除这条微博 另一名网友则是爆料之前做核酸检测排队时 工作人员已经提醒过该区不能拍照 但王楚然还是一直用手机在拍影片 网友担心对方拍到自己的资讯 询问了王楚然 结果王楚然态度不好地回复说 你这么自信吗 也有爆料称王楚然长臭脸 爱对别人翻白眼 这些黑料都让王楚然路人员下降 后续王楚然工作室也发声明澄清 这些事件都不是真的 之后王楚然在为人处事上会更有分寸 而在这争议之后 只要王楚然有新剧开拍 网友就喜欢盯住王楚然 看他到底有没有对别人翻白眼 事后王楚然也收敛很多了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6周冬雨 周冬雨则是被富婆实名吐槽耍大牌 今年3月周冬雨参加LV的时尚活动 又富婆发文吐槽周冬雨不配合合照 别人和她打招呼 向她说谢谢 她全程黑脸 被富婆吐槽没礼貌 周冬雨是LV代言人之一 而吐槽她的富婆是品牌的VVIP客户 可这样的重要客户合照 其实可以看成是代言人的工作内容之一 这位富婆是真富婆 她手上握有品牌的VVIP邀请函 而能收到这种邀请函的 据说是亚洲区年消费前5名的客户才能拿到 等于一年可能要花上几千万买LV 网友认为周冬雨这个代言人当的不称职 不仅没帮品牌加分 还得罪品牌重要客户 富婆也晒出和其他LV代言人刘亦飞 古爱玲 宋茜 欧阳奶奶的合影影射其他艺人都愿意合作 只有周冬雨不配合 不过事后也有网友晒出和周冬雨的合照为她护航 认为周冬雨并不会难搞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期杨幂 杨幂近年的路人员越来越差了 最严重的就是几年前的打手机事件 当时是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的发布会直播 工作人员拿手机拍摄 杨幂经过时看到了这位工作人员 直接打发了工作人员的手机 影片一出就引起不小争议 而去年杨幂上直播 对主持人不礼貌的态度也在微博疯传 网友指出 直播上杨幂对主持人一直爱搭不理 还不使开对人家翻白眼 主持人Q杨幂进行活动 杨幂说你不要操控我的人生 我自己来好吗 态度也引起争议 杨幂的行为很容易引起两极看法 喜欢的人觉得她犀利 会玩梗 不喜欢她的人就容易觉得她没礼貌 阴阳怪气 曾现耍大牌争议的陆剧女星吧 韩雪 演员韩雪之前曾因为一脑惹过争议 当时韩雪开戏下水 担心眼睛感染 所以去看了医生 偏偏眼科门阵下班了 只能挂急诊 而医生认为只是角膜炎 不严重 就让韩雪直接拿腰就可以了 韩雪想仔细说明情况 但她认为医生不愿意听 因此相当火大 后来韩雪在微博发文抱怨 讲述事情经过 然后把医生的名字 性别 背景统统实名公开 医生被韩雪粉丝网报 最后医院迫于舆论压力 辞退该医生 但后来由网友爆料 那里是急诊 急诊通常会以紧急的病人为优先 而医生当时有个很严重的病人要照顾 韩雪的病情明明不严重 也得到了医生的处置 他却还不管不顾 在晚上十点的病房大喊大叫 吵到其他病人 事后网友也有两极看法 有人认为韩雪占助明星身份耍大台 滥用特权 也有人认为医生应该平等对待每位病人 对待会计划